欢迎来到小酒聊剧,今天小酒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路总 别闹 第65集,路易钱包里的套套 当麦巴赫停在山间的酒店门口 今夏还在熟睡,路易将他抱着下车 酒店门口的男服务员见状 立马前来帮忙 先生,我帮您把这位小姐背入房间吧 不用 路易冷冷道,生怕别人碰今夏一根头发丝 今夏是他一个人的,一根头发也不能让别人碰 路易对着男服务生说了房号和报了身份证号码 服务生就领着路易进了电梯 如果不是按电梯和开门需要人手 路易是不想让服务员跟着的 今夏这一睡,睡到了傍晚 醒来时,夕阳已经染红了天 那束红艳艳的玫瑰在床头柜上 来时,他带来的 路易是先将他抱到房间,才去拿的玫瑰花 睁开双眼之际,爱人在身旁,欢喜又羞愧 好不容易出来 自己却睡到了太阳落山 不是说好了,到酒店就叫我的 怎么食言了 想你多睡会,饿了吧 今夏点点头 嗯,饿了 那我们去餐厅吃,还是让人送到房里来 路易耐心地询问今夏的意见 去餐厅吃吧,但我想先 今夏垂下眼眸,洗个澡 今天是七夕,只能定到一间房 他们本就有共处一世过 今夏也不在乎,就定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酒店的浴室是半透明的 上厕所时看不见 淋浴的时候,可以看见上半身 昨晚在飞机上度过 没地方洗澡,大夏天的 一天不洗澡,真的很难受 他想洗好,再陪路易舒舒服服地用晚餐 行,那我出去等你 见他要走,他说,不用出去 去阳台等就可以了 卧室和阳台有玻璃门隔开 玻璃门上有窗帘 拉上窗帘,在阳台就看不清里面的环境了 陆毅思虑了几秒 那也行 彼此有着信任 今夏洗澡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没有出现像电视剧里在浴室摔倒 男主跑来救 女主被看光了的狗血桥段 为了赶时间 今夏只是洗了澡 没有洗头发 很快就出了浴室 陆毅从阳台进入卧室 远远地闻见了今夏身上散发的香味 太香了 忍不住将她拥入怀中 下巴轻轻摩擦了一下她的肩膀 这段时间我也很想你 声音很温柔 话语很撩人 可就在这时 今夏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起来 真是要死了 大干到今夏都说不出话 陆毅将她放开 在她额头落下一个吻 与她食指紧扣向餐厅而去 餐厅爆满 点餐之后 俩人回到房间用餐 这家酒店不是很豪华 但仪式感很满 牛排 意大利面 红酒 蛋糕 蜡烛 玫瑰等一样都不少 在用餐前 陆毅从钱包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银行卡带出了一个细小的包装袋 包装袋掉落在餐桌上 B 韵 套这三个字 特别显眼 金夏愣住了 陆毅也愣住了 钱包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他压根就没买过这玩意 他没有及时将东西收起来 而是解释 金夏 我 陆毅不知道怎么解释 钱包确确实实是他的 如果说 那个不是他放的 金夏会作何想 原服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不成 他的钱包 只有他才能动 回头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金夏红着脸低头 细小的声音 先吃东西吧 好 陆毅很不自在地回 本想给金夏的卡 陆毅又放回了钱包里 包括那个套套 当然 他是想扔进垃圾桶的 但这样显得很刻意 想了想 还是放了回去